運動 財富指揮官 財富漲停板 而且今天台北股市大漲257點 親愛的投資朋友 先問大家一件事 台北股市大漲257點 很簡單的一句話告訴大家了 你賺錢了嗎 很重要的這句話 各位注意 我必須要很直接的告訴各位 現在是不是各位已經有人感覺到 這兩天有人告訴你 航運股有多好 先等一下再來看航運股 船殘股有多好 結果我請大家先不要動 說不定是個拉小股出大股的板彈行情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看起來越看越像 而且你可以注意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了 好啦 就算你信了這些所謂的船殘股航運股 現在還要再大漲怎麼樣啊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今天換電子股漲上來了 那麼船殘股航運股今天可能已經 有人賺一點點 可能有人從頭到尾沒賺 甚至又被套牢第二次啊 今天電子股漲上來 船殘股今天大跌 航運股今天大跌好不好 航運股今天大跌 像萬海得到跌停板 我現在問各位一件事就好了 你敢相信今天的電子股之後 還會連續的大漲嗎 你不敢相信啊 對不對 你也不敢做對不對 就像上次殺下來一彈上來 人家跟你講什麼股下長 你也不敢做對不對 我真的講一句最實在話 我太了解這個行情了 甚至我就必須要這麼說 我真的不是潑你冷水 這個行情我太了解了 但是你要怎麼去做 我想答案呢 現在答案已經先跟各位聽到了 拉小出大 我認為啊 有些分析師並沒有告訴你真相 有些分析師只有告訴你一個片段 而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將會誤導你第二次 因為第一次在17709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嚴重的誤導了 所以你會套牢在2409的友達 所以你會套牢在3481的群創 甚至你會套牢在2002的中綱 都有可能了 那麼已經有人在第一次的時候誤導你 現在呢又有人繼續誤導你了 我說股票市場裡面 你一定要跟上黃靖哲 他一定有一個由大而小的邏輯 一定跟各位說真話 如果你被誤導了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接下來你還有一段 非常艱苦的日子可以過 甚至呢 現在外面也是一樣啊 都過得很辛苦啊 各位注意來看一下 這沒有什麼困難的啊 那麼萬海是221億的股本啊 長榮是522億 萬海只有長榮的一半不到啊 甚至陽明也比萬海更大 請問當三個股票一旦跌下來的時候 那麼特別是假如主 你各位都知道嘛 只要是航運基金的話 他手上一定是長榮跟陽明 大的一定比較多嘛 那麼大的比較多的狀況之下 怎麼樣把大的股票 也能夠拉出一個高度 讓他出到一個好價錢呢 那對不起這兩個拉不動 所以只要拉他嘛 所以這叫拉小出大 這是非常傳統的主力手法 而且今天早上還直接告訴你 等一下我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點沒多久 你就可以下去放空了 我說這叫校正回歸啊 現在很流行這句話吧 你說老師什麼叫校正回歸呢 來先看這邊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以萬海來說的話去年賺3.49元啊 那麼今年啊前面五個月 他告訴你前面五個月我賺了十塊 那麼前面第一季賺了六塊錢 那麼上個月賺2.77元啊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這算不算突然之間發生的事情 當然了啊 各位看到沒有 以前是1.1-0.65-0.7啊 這是陽明的啊 -0.31-0.2 陽明說我第一季賺了7.49元啊 那平常怎麼都賺這一點點 那同樣的 平常都賺0.2 0.7 今天這個月賺7塊錢 這一季賺7塊錢 我說啊 下一季可能就要校正回歸 你說老師怎麼會呢 人家都說啊 這個陽明長榮啊景氣有多好 我等一下慢慢說給你聽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這是台北的街頭啊 這是台北的街頭啊 台北今夜冷清清啊 你跟我講說下一季生意還會更好 台北的街頭現在沒有人啊 剛才我也知道了 要準備延長到端午節沒有人啊 你覺得台灣第一季的GDP啊 聽說第一季的GDP多少 忘記了 五百七啊 第一季GDP是七啊 第二季會剩多少 你回頭想想看我講的問題 來還有人講的更厲害了 來 這個也是很厲害 我晚上都要看這個節目好了 哇不得了 這個極盛啊 這個南訪啊 印度有疫情啊 轉單到台灣來 那我問你一件事 台灣現在沒有疫情嗎 因為極盛第一季 注意喔 現在很多人都告訴你這個理由 台灣的第一季啊 你看極盛以前還賠錢 第一季賺了0.72元 所以要大賺 但是請各位留意一件事情 請問第二季接下來是什麼狀況 難道各位現在沒有 我心裡頭沒有一個底嗎 所以我早上講一句話 有沒有人告訴你真相啊 有沒有人告訴你真相啊 台北現在是空城耶 怎麼可能第二季 還要比第一季更好 這個話還有人繼續講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了 股票市場有的時候 人真的迷失在 最簡單的問題裡面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怎樣 只有5%的贏家 95%都是輸家 對吧 我講這句話有沒有錯 今天有多少人還在講萬海沒問題拉回來可以買 這次我盡量 以前拉回來你還可以聽一聽 因為他手上還有籌碼 今天三個都在動啊 我直接跟各位講說親愛投資朋友 難道各位不知道這些股票是誰的嗎 甚至包含這個啊 市場上傳言紛紛了嘛 各位看到沒有 所以你應該怎麼做 我說過這行情從頭到尾沒有錯啊 請問一下 有人敢說要挑戰171709嗎 沒有啊 到目前為止講做多的沒有敢講這句話啦 以前在那邊都講兩萬點啊 兩萬點的話拉回來一萬五應該更多更買啊 不敢講了啦 你為什麼 這一個打下去的時候手都斷掉了 談到這邊 那叫什麼坡啊 叫什麼坡 電子股也許明天還會再談一下 問題電子股明天談那穿在股怎麼辦 而且這個行情裡面我現在還是告訴你 台積電還是偏弱 台積電偏弱一直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情況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除了疫情之外 後面可能還有你沒有辦法知道的 那麼壓回性質的狀況啊 所以這行情裡面我等一下會稍微說一下 那麼壓回來假如電子股轉強 那當然大家就有機會 壓回來假如電子股沒有轉強的話 請各位 尤其是台積電沒有轉強的話 請各位注意 這裡所有的反韓 可能都是這樣比較好賺啦 沒有不能做的行情 除非你找了不會做的人 多空雙勝才是贏家 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 來 請各位留意 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 這樣子合不合理 拉小股出大股 能不能看得懂 這我真的講一句話 這專門在賺股市小白的錢啊 股市小白就是剛剛來的 如果你是剛剛來的 那我沒話講 今天早上有人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拉小股會出大股 我說同樣一個基金 他如果想買航運股一定是陽明十張 一定是長榮十張 我們陽明先不算好了 假如這是長榮 長榮十張好了 陽明十張啊 那這兩個要出掉怎麼辦 那叫萬海要買四十張 懂不懂我的意思 然後再把萬海拉上去 萬海至少拉上去的時候 拉上去出掉的時候 這四十張賺的錢 跟這四十張套牢的錢 剛好做一個對調 這樣懂了沒有 所以股票市場是這樣的方法 拉小出大啊 這是非常傳統的手法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現在你該怎麼辦 我只能跟各位說一件事 接下來可能不是只有萬海跟極盛了 我今天只是牛刀小事而已 之前跟各位講什麼 各位看到沒有 17709 我只講這件事 我說各位一件事 為什麼這次從這個17709 跌下來跌多少 2544點耶 你不要說老師 現在都是17000點 以前一年啊 你以前沒做過股票 你以前做過股票的 一年也不過震動2000多點 很多耶 這下來的時候 很多都要斷頭耶 那為什麼我的家族成員 能夠多空雙向 因為多空雙向才是真的贏家 因為多空雙向的人 一定知道 上面要把股票賣掉 沒有套勞 你今天就沒有辛苦 順勢操作你才能夠贏錢 我真的講得最實在一點的 這時候就是順勢操作的問題 你說老師環球晶今天漲上來 我是不好意思講說一件事情 我從這裡空下來 環球晶今天有影響到你嗎 國劇今天漲上來 從這裡空下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看一下誰 這個2327國劇 有啦看到沒有 2409的友達空下來 我說實話一點 不補都還贏你啊 看到沒有啊 不補都還贏你啊 不補都還贏你啊 那你要去想這個問題呢 強勢的股票 來現在是靠這支股票撐大盤 對不對 他今天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沒錯吧 那靠這個股票撐紡織股 沒錯吧 結果咧 不好意思講 這個大哥好像摔得比他還慘 請各位留意啊 有些個股就是摔下去就摔下去 就是摔得很慘 你拿下一點辦法都沒有啊 那唯一的一條活路在哪裡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今年以來我認為啊 我才是唯一的一個贏家 我才是唯一的贏家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你說老師 就是這個你疫苗打了沒啊 還沒打你就 你嘴巴就閉上了 就只能講這句話了 因為這一定是等到打疫苗的那一刻 才是真正的利多 解盲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利多嘛 現在呢 已經有人告訴你說 他解盲好像會成功了吧 不然怎麼會七月要給你打 你好歹等到解盲是不是 先別管了 下一波生技股 今天的CDC已經宣布了 下一波生技股 剛才的記者會我特別去看了一下 已經宣布了被我預料的完全掌握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跟上黃敬哲 真正給你的一條路就是 董生技才是這兩年的唯一活路嘛 去年做恆大 今年做高端什麼事都沒有 聽我講這句話 董生技才是唯一的活路 去年做恆大 今年做高端什麼事都沒有 有沒有講錯 當然頭顧老師不能這麼講 不然的話我氣不用講 我不用每天講給你聽 但是我講就算每天講你也不相信了 我高端是不是每天講 我去年恆大是不是每天講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跟上來 新冠肺炎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馬上回來 蘇貝專線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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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超越市場 趋勢大師黃老師 當沖正中 時間密碼 當沖加波段 雙向破例 刷在線02-2781-0959 2781-0909 車怎麼開的啊 你怎麼在看呢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寶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或119救護傷害 三 交會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 播 話 儀等 就對啦 當一個短暫性 你要說短暫性也可以 或者中波段的高點17709確定出現了 那麼已經在也短時間之內過不去的狀況之下 那麼就會產生輪流往上拉 輪流往上拉 然後慢慢把股票出掉 首先先把航運股盡力的往上拖 因為手上還有鋼鐵股還沒出掉 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這次的鋼鐵股看起來 不是鋼鐵人跟航海王兩個是好朋友嗎 鋼鐵人就是航海王 航海王就是鋼鐵人 我現在就告訴你了 因為喜歡做股票的那些基金都是同一類人 鋼鐵人就是航海王 航海王就是鋼鐵人啊 那問題是這次航海在跑 鋼鐵沒跑了 那我問你一件事啊 那你的船要變幽靈船嗎 不會啦 放心啦 我們還有什麼 還有紡織股可以在對不對 我們紡織股因為什麼 從這個 這個理由還講得挺熱鬧的 這個從印度轉單回來 那印度現在幹嘛轉單回來啊 印度現在疫情人家還慢慢好 我們現在疫情好像越來越糟糕啊 有什麼好轉單回來的 我拉小的 因為說實話 1455急剩這種股票 對一個那十分之一在網路上流傳嘛 對一個真的有資金的人來講 這太簡單了 但是問題來了 你要想把它拉上去165億 這就困難很多 拉小出大嘛 而且它現在因為有當沖的過程 哇 只要一個股票上來 全部人都擠上去 擠上去之後呢 誰下車啊 怎麼下車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再回頭去想想看 去年大盤在下跌的過程 注意喔 下跌也會有下跌中的股票 這裡跌了3624點 不是也跟現在差不多嗎 也是有些上來有些出去啊 只是我是要跟各位講 一開始是拉小出大 接下來如果有一天啊 拉也拉不動的時候 你就跑不掉了 股票市場都是這個樣子 今年唯一的出路 從2020年開始告訴你 去年做恒大 今年做高端 什麼事都沒有 對不對 這裡有看清楚一點 來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時候 端午節前後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嘛 這次不是停課到6月14號 我們把它到6月14號了 來 6月13、14 這15號 我說這叫中國病毒啊 中國病毒每次碰到端午節啊 就開始消退有沒有發現 但是問題啊 病毒在越來越肆虐的時候 它會上漲 當然了 你說老師高端是不是 那個時候可以賣 隨便你 我沒有意見 我認為時間還不見得會到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啊 現在請問各位 如果說到端午節前後 是不是很合理 我今天已經把答案 慢慢解出來給你聽了 我已經把答案 慢慢解出來給你聽了 我從2月份跟你說什麼 親愛的投資朋友 看一下看一下 不要當我是神仙啊 這不是 如果你對於皇帝內經 你知道皇帝內經是幹嘛的嗎 中醫啊 中醫裡面還包含呂世春秋 包含各位知道蘇東坡吧 蘇東坡在宋朝的時候 杭州鬧瘟疫 他也是同樣的方法 包含各位看到很多啦 中國大陸的 中國的古書裡面 所以瘟疫這個東西 因為怎樣 因為每一次來得快去得快 或者說它病毒變化得快 目前來講 我們就是在經歷這個過程 病毒變化得很快 所以一直找不到解藥 等到發生什麼事 發生有一天不曉得什麼情況 簡單講說病毒經過了好幾代之後 他毒性減弱了 那那次就不見了 大部分的瘟疫都是這樣 他是自動不見的 那我就直接跟各位講 他隨著氣候像端午節這麼熱 他又受不了 所以二月到哪裡啊 有沒有道理 從二月到現在 這張就好了 後面你要不要看 你要不要看 你要不要看 175再加碼對不對 106加碼 175再加碼 一直加 加到今天200多啊 200多還再加一次是不是 270幾 是不是我跟你講啦 這裡啊 270幾又再加一次 278 至少很多個點我們都有在陸續的價值 到現在我們都還有 那我直接告訴你這句話 去年端午節之前做恒大 今年做高端沒有錯吧 有很多人想要問說高端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直接告訴你 好 未來的兩三個月之內 我可能會開始調節 對不對 不是現在啦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 股票市場裡面 他一定有他的定律 但是請你注意 疫苗之後的疫苗 這次還沒完沒了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面對的叫做口罩 因為口罩很好做 那麼第二個面對叫什麼 叫做疫苗 因為你必須要有疫苗 而且你必須要有疫苗工業 那甚至你說老師 那個4142的國光生沒有過 我說國光生沒有過沒關係 他還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國光生雖然沒有過 但是接下來你看到沒有 國外已經在做新冠跟流感 二合一的一個情況了 他現在疫苗加上是二合一了 所以如果有一天高端成功了 也許後面就換國光生 來做一個接棒 因為他也是一種疫苗 只是他這一次 在第一階段拿到70% 70%還比中國大陸的疫苗要好 中國大陸的疫苗才50%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說 有些時候你不要去看這個政治節目 你乾脆看我的節目 可能還比較實話一點 為什麼 我完全沒有政治立場 我只問這個疫苗有沒有像 我們能不能賺得到錢 能賺得到錢的就是好疫苗 對吧 莫德納你看那個股價標成這樣子 變成全全美國第11名的首富 那為什麼 因為他疫苗太好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不然他以前是個小不浪灘的公司 跟我們台灣差不多啊 所以莫德納要感謝川普耶 川普怎麼已經有人忘記他了 他直接給他想辦法 給他錢給他力量給他過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接下來還有這件事情 也要一定要繼續做下去啊 重磅快篩啊 趕快快篩啊 我是說真的一件事啊 因為你跟我來講 通通都要去篩了啦 我是說真的一件事啦 因為這次的病毒 你完全沒有辦法能知道他在哪裡 他也許在菜市場 也許在大賣場 那我真的必須要講說 雖然我們不斷不斷的 每天去噴酒精去防毒啊 但是你怎麼知道 他從哪一個縫隙裡面突然就跑進來 尤其是大部分的人叫做無症狀感染者 那無症狀感染者 我現在直接告訴你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啊 雖然我的生活是非常的單純啊 那我太太有沒有跑出去 我兒子至少有跟他同學接觸 有去上安親班啊 那你怎麼知道誰有沒誰沒有 我一個把全部抓起來篩嘛 兩千一百萬人通通都要篩嘛 只能這麼做嘛 兩千一百萬人怎麼篩 用快篩啊 你說老師快篩怎麼篩啊 你看人家大陸多少 一千萬人十天全部篩完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英國人這怎麼篩 韓國人怎麼篩的 我就直接跟各位講 沒錯 命中率是0.9 來這個我不曉得老阿伯算不算出來 假設命中率是0.9好了 那你篩一次就變成 篩一次再篩兩次 再篩三次再篩四次 0.9的N次方是多少 就是不斷不斷把它篩出來 你懂我的意思了沒有 可能篩了五四六次之後呢 人就會變越來越少了 所以每一次抓一點 每一次抓一點就是這樣 所以我跟各位講 要各位注意一下一下 你看到沒有 光是一個能夠供給疫苗相關的 填充而已喔 填充而已喔 快篩的填充娘娘喔 快篩的填充娘娘喔 70塊漲到89塊半 而且今天早上漲太多了 好啦 大家都想充 我誰陪你賣 賣一次賣兩次 而且說不定拉回來了 只有這支還能夠再上去啊 因為它不像這種啊 咱們約好了 要往上跳一起跳 要往上爬山一起爬山 對不對 我們約好了 往上爬山一起往山 往下跳水一起跳 你有沒有搞清楚 發生什麼事了嗎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股票市場裡面 有的時候你必須要知道說 到底後面要怎麼走 那我現在很直接跟各位報告一件事 我真的希望說有一天呢 那麼假如電子股真的完全轉強的時候 但是我電子股現在是墜落的 傳產股是比較強265 這是完全不對啦 因為電子股比較大嘛 那就跟以前一樣 反正到了一個高度就砰就掉下來 那你要得到電子股真的強 那對不起 這整個行情還要再下來一次 這整個行情還要再下來一次 重新歸對 重新再上去 電子股現在還是有利空啦 各位看到沒有 砸521億美元 美國的商務部長講說什麼 美國可以多出7到10座的晶片廠 這對我們台積電絕對不是什麼好消息 甚至呢 昨天美國上漲是因為比特幣反彈啦 比特幣叫反彈喔 反彈喔 你不要當他是真的喔 我就這麼跟各位講說 晶片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那麼穩定啊 當然了更不用講黑色金屬現在都已經被打得落花流水啦 看到沒有啊 棉花也不在 鋼鐵也不在 我問你一件事你那艘船要載什麼 你說放心啊 航運股一定還會載上去 全地球的人 今天寫的 新聞寫的更誇張 全地球的人 那我不是地球人啦 黃靖哲老師的家族 他說全地球人通通都在買航運股 那不好意思會員朋友咱們是外星人啦 我們不是地球人 我們也不是台灣股民 我們是台灣生技股民是不是啊 錯了 因為我們是台灣少數的贏家 你沒有認識 市場只有百分之五的贏家 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輸家 你現在所看到的節目 百分之九十五是輸家的節目 過不過來有你決定 我上次在一萬七千七百零九點也是這麼講 過不過來有你決定 過不過來有你決定 你不過河那邊塌下去 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 跟上真正的諾雅方舟 真正能夠幫助你 生技股材真的能夠幫助你 請你想盡辦法跟上指揮官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咱們等電話 將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創意比賽竟在運通 運達頭顧防疫大作戰共體時間 相評價五再加一 相評價五再加一 所有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價差 業績股 題材股 人氣股 掌停 掌停 再掌停 運達頭顧 黃老師 九大標舞要領 專挑起掌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婚禮 待進待出 短線保固長線 周周拼價差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市場唯一 生技加科技專家 流水理論 超越市場 趨勢大師 黃老師 當充正中 時間密碼 當充加波段 雙向破例 刷三線02-2781-0909 2781